大家好,我是晴儿,欢迎收看本期创意汽车 买完新车肯定都十分的爱惜,双帕碰着磕着 很多车主也会选择给自己的爱车贴膜 但是这里我们要注意了 在汽车正式上牌前尽量不要贴膜 因为汽车上牌的时候有一项对汽车玻璃透光射笔 不能低于70%的要求 如果贴膜的话可能会影响上牌 说不定你刚贴好就需要死掉,有个尝试 要说下贴膜的好处 第一,可以很好地保护车内司机和乘客的隐私 这个是显而易见的 第二,防晒 就算是质量再差的车膜也能做到部分防晒效果 第三就是避免玻璃破碎时防止玻璃碎屑乱飞 因为有车膜黏着不会落的到处都是 接着说贴膜的坏处 视力不太好的贴膜会影响你的视线 尤其是晚上开车看着会相当费力 建议7座或者7座以上的车辆不要贴膜 非要贴尽量贴透明的 因为很多地方都在查这个 要求透光率在70%以上 真的觉得刺眼,加个窗帘就完事了 贴膜的时候建议能选好的不选差的 不说别的透光效果不好影响视野 毕竟贵的东西除了贵什么都好 小伙伴们,对此你们有什么看法呢? 欢迎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区留言讨论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小伙伴可以关注我们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欢迎订阅一下 欢迎订阅一下